提到战国时期的赵国,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赵国凌王护肤骑射,然后就是那场长平之战。 对于那场坑杀40万降族的战争,哪怕是千年之后的后人,依然会觉得非常震撼,以至于有关长平之战的争论上下千年都没有停止。 那么,历史上真实的赵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? 如果赵国在长平之战当中胜出了,是否真的有机会取代秦国,彻底统一天下呢? 想要说清楚这些问题,我们还得从赵国的出现开始说起。 虽然战国时期的赵国和秦国确实堪称死敌,但让人很意外的是,这两个国家的王族其实有同一个祖宗,叫做盈匪廉。 此人生活于商朝末年,话说在商朝的时候,老盈家其实也是响当当的贵族,地位很高,尤其是这个盈匪廉,更是商周王身边最信任的大臣。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后来武王罚咒,周朝取代商朝的时候,老盈家就被绑在商周王的战车上,想象都下不来了。 所以最终,周朝开国之后,老盈家的地位开始一落千丈,后来更是沦落到给周王室养马的地步。 而这位盈匪廉有两个儿子,一个叫盈厄来,一个叫盈济盛。 盈厄来就是后来秦国王室的祖先,而盈济盛则是后来照过王室的祖先。 秦国王祖祖先的这些故事,我们暂且不提,只说盈济盛这一支,在那场改朝换代的混战当中,老盈家的地位虽然是一落千丈, 但是到了周朝之后,这个盈济盛却生了一个好儿子,彻底给老盈家逆天改命了。 盈济盛这个好儿子,名叫盈梦曾,这个盈梦曾据说玩车玩得特别好,后来成了周承王的御用车夫。 司机这种工作,不管在哪个朝代,肯定都会离领导近一些,更容易得到领导的信任。 所以后来,这个盈梦曾就成了周承王的心腹,连带着整个老盈家都开始翻身了。 从盈梦曾开始,后来他这一脉的很多子孙都成了周王室的御用司机, 尤其是盈济盛的曾孙,盈造父。 后来给周穆王开车的时候,跟着周穆王一起去打仗,还立下不少战功。 也正是因为这份战功,后来周穆王心情一好,直接把赵承给了他们家。 正是因为被分到了赵承,所以后来,这部分被分到赵承的盈家人,就以赵为事。 赵氏和赵国的赵就是这么来的。 顺便说一句,秦国的祖先也就是盈俄来的那些后人,当时也跟着一起到了赵承。 因为当时大家还没分家,所以秦国的王族后来才会被称作盈姓赵氏。 后来,秦国王族虽然被分到西边,另起炉灶,但是按照当时的宗法继承制,他们家没权利改逝。 所以一直到秦始皇的时候,哪怕秦国已经和赵国打成了死敌,秦国王族却依然还是盈姓赵氏。 有了赵承这座家族根基之地以后,老赢家或者说老赵家自然就可以生活得更安稳一些了。 此后,又过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,周王室开始逐渐衰落。 这一次,老赵家学聪命了,没在重蹈几百年之前的覆辙。 在西州灭亡之前,老赵家的赵书代直接离开了周王室,转而去晋国做官了。 赵书代当时的这个决定直接决定老赵家以后数百年的家族命运。 首先,就在赵书代离开之后不久,西州就被周幽王给玩坏了。 正是因为赵书代及时离开,老赵家才没有被周王室拉去陪葬。 其次,老赵家生活的赵成后来恰好就在晋国的国境之内。 正是因为赵书代去了晋国,所以后来赵家才能成为晋国的大族。 要不然的话,赵家后来还真未能在晋国内部发展起来。 随着赵书代入晋做官,赵家算是彻底在晋国扎下根来。 此后,没过多久,因为周幽王一通乱稿,导致西州灭亡了。 所以赵书代入晋之后没过多久就是春秋时代了。 在春秋时代,赵家在晋国的故事可就更加精彩了,但同时又很复杂。 简单来说,赵书代入晋之后,赵家逐渐成了晋国内部的大家族。 百年之后,晋国内乱,当时晋国有一位公子被迫流亡他国。 赵家当时的嫡子赵书就跟着这位公子出去流亡十多年。 十多年之后,这位公子再次回到晋国,重掌大权,这就是晋文公。 而赵家的这位赵书也从此得到重用,赵家也因此发达。 另外,因为之前晋文公他爹出于种种目的,自灭满门,差不多把自己家的亲戚都给杀绝了。 所以到晋文公回来掌权的时候,晋文公忽然发现他们家已经不剩多少人了。 所以当时的晋文公就算享用自己家人,都没人可用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晋文公登基之后,只能重用那些追随他流亡多年的大臣。 而这些大臣掌权之后,则是建立起一个个士大夫家族。 而这些士大夫家族出现之后,开始迅速占领晋国的各级官位,开始左右晋国的朝政。 再之后,这些家族为了争权开始疯狂内斗。 最开始的时候,晋国一共有11个这样的士大夫家族,到了近200年之后,大部分家族都被消灭了。 在这个过程当中,老赵家也曾经差点被灭族,但后来好歹还是挺了过来,还留下一个赵氏孤儿的故事。 就这样,到了春秋末期的时候,晋国内部经过一通混战,还是剩下智、韩、赵、魏这四个家族。 四大家族几乎完全把持了晋国所有权力,连晋国国君都没什么实权了。 而这四大家族当中又以智家实力最强。 所以,这个时候的智家就想出一条妙计。 当时智家家族提出,四大家族各自交出一部分土地,还给晋国国君。 这法子看起来似乎是对四大家族都有害无利。 但实际上,当时智家家族是晋国的最高执政。 四家交出来的土地,名义上是给晋国国君的。 但实际上,其实都落到智家的药包里了。 对于智家的这点心思,当时韩赵魏三家其他都心知肚明。 但问题是,面对强大的智家,韩、魏两家都顶不住压力,最后都给了。 唯有赵家,赵家的古庆生真的很硬,打死都不给。 智家一看,既然你不给,那就打死你好了。 所以接下来,智家直接联合韩魏两家一起进攻赵家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阳之战。 在三家的进攻之下,赵家自然是挡不住的,很快就退守晋阳城。 此后,三家直接把整个晋阳城围了起来,逼得赵家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。 关键时刻,赵家派人悄悄去联系了韩家和魏家,用纯王齿寒的道理说服了这两家。 所以最终,就在智家即将大获全胜的时候,韩魏两家忽然被刺了智家,然后韩赵魏三家连起手来一起围殴智家。 最后,在三家的联手之下,智家被彻底消灭,整个晋国也落入到韩赵魏三家的手里。 都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形状,此时韩赵魏三家也是这种情况,谁也奈何不了谁。 所以接下来,三家直接领手,开始瓜分整个晋国。 在这场瓜分晋国的盛演当中,赵家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,毕竟,之前的赵家已经差点被灭族了。 此时,赵家不但恢复了自己以往的家族地盘,还分了不少智家的土地,以及晋国国君的土地。 这个结果对赵家来说显然是最好的结果。 就这样,接下来的几十年里,三家彻底把晋国给瓜分了。 到了几十年之后,赵家传到赵列侯的手里,赵列侯上位的时候, 赵家其实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诸侯国了,只不过还没被周王室册封而已。 所以,赵列侯在位期间,韩、赵魏三家集团去了一趟周王室那边,逼着周王室册封他们。 国元前403年,随着周王室正式册封,韩、赵魏三国正式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。 从这时开始,赵国才算是正式以一个国家形式开始出现了。 作为赵国实际意义上的开国君主,赵列侯还是一位挺有才能的君主。 赵列侯掌权期间,除了帮赵国正式立国之外,还注意到了变法的问题。 就在韩、赵魏三国正式开国的同时,三进之中的魏国其实已经开始变法了。 当时,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从各地招募有势之时,开启了战国时代的仰视之风。 魏文侯又拜李亏为相,全权负责魏国国内的改革。 就这样,魏国在战国初年的时候,首先进行变法,然后国力迅速飙升。 在魏国进行变法的时候,赵列侯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 当时,赵列侯也任用一个叫公仲联的人做成像,帮助赵国进行各种体制上的改革。 但可惜的是,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任何国家有过变法的先例,所以赵国的这场公仲联改革其实远没有魏国的李亏变法那么成功。 而这场不太成功的改革,也让赵国接下来的历史发展走向一个不太正确的方向。 赵列侯在位九年之后去世,因为他没有儿子,所以他去世后由他弟弟赵武侯接班。 赵武侯在位期间,因为当时韩赵魏三国刚刚出现,三国还处于同盟关系。 而且,魏国当时还刚刚改革成功,国力极为强大。 所以,在赵武侯在位期间,三纪联盟基本上可以包打天下,也没有其他国家敢惹赵国。 但是接下来,赵武侯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赵敬侯即位的时候,局面就不一样。 这时候魏国已经彻底崛起,再加上魏国那边开始逐渐四面扩张,同时对自己的盟友,也就是韩魏两国下手。 所以三纪联盟在这一带就破裂了。 三纪联盟破裂之后,原来作为盟友的魏国就成了赵国的敌人。 这一下,赵国瞬间难受了,不光魏国进攻赵国,旁边的齐国也趁火打劫,搞得赵国不胜其反,国力持续下降。 另外,这位赵敬侯在位期间,南方的楚国也成功变法了。 楚国之所以能成功变法,就是因为任用了魏国出走大将吴起,进行了著名的吴起改革,照抄了魏国的很多制度。 吴起改革之前,楚国基本上被魏国压着打,但是改革之后,楚国却迅速崛起,可以和魏国正面抗衡。 于是这个时候,所有国家都意识到问题的所在,原来只要赵超魏国的制度,就能抢国了。 所以接下来,很多国家都开始疯狂准备变法,但遗憾的是,当时的赵国因为种种原因,并没有及时参与到这场变法浪潮当中。 就这样,赵敬侯在位期间,赵国持续衰落,赵敬侯去世之后,接下来他儿子赵成侯即位之后,赵国就更惨了。 当时的赵国经常被旁边的魏国欺负,所以后来赵国不得不求救于齐国,著名的唯卫救赵就发生在这个时代。 但实际上,齐国虽然救了赵国,但也是等赵国被魏国打得差不多了,才出手救援,而且战后也没忘了从赵国这边要好处。 除此之外,这位赵成侯在位期间,其他几大强国开始逐渐进行变法,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,韩国进行申不害变法,齐国进行邹际变法。 极大强国变法之后,赵国作为一个强国,其实已经在制度上落后于其他国家了。 制度的落后导致赵国再怎么努力,也很难追上人家。 如此,等到赵成侯去世之后,接下来赵素侯即位的时候,赵国的局面就更困难了。 赵素侯虽然也算是一个挺厉害的君主,一生都在征战,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,赵国逐渐建立起一支还算强大的军队,避免了当时直接被其他国家吞变的结果。 但同时,此时的赵国再想通过变法强国已经没那么容易了。 首先,当时其他国家不太可能会给赵国和平变法的机会。 其次,当时赵国开国的时间已经很长了,国内的实力阶层也已经足够强大,此时再想变法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容易了。 而赵素侯去世之后,赵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国君就登场了,这就是历史上那位著名的赵武灵王。 赵武灵王接班的时候仅仅只有15岁而已,接手的又是一个烂摊子。 据说赵武灵王刚接班的时候,还没来得及给他爹准备葬礼,几大强国便准备联手刮分赵国。 多亏了赵武灵王能力比较强,这才避免了赵国被瓜分的结果。 不过接下来,赵武灵王坐稳了位置之后,如何带领国家摆脱赵国持续衰落的问题,却再次摆在他的面前。 这个时候,赵武灵王虽然比较年轻,但他却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解决办法。 他选择把大多数资源都强化到军队方面,先让赵国的军队强大起来再说。 简单来说,当时赵国如果想安稳地进行变法,内部改革根本不可能。 因为其他国家不可能给赵国这个机会。 只要赵国敢变法,国内多半会内乱,到时候其他国家估计会一拥而上,趁机瓜分赵国。 所以赵武灵王选择另一条路,那就是先继承父亲的思路,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,把赵国大部分的资源都砸到军队方面。 这样一来,赵国就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,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,赵国就可以对外转移矛盾,接下来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,赵武灵王逐渐发现,赵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,那就是临近北方草原。 临近草原就意味着赵国有足够的战马资源,如此一来,赵国要是不好好利用一下,那就太守不过去了。 所以后来,赵武灵王提出胡福骑射的思想,借着改革服装强化自己在赵国的统治地位,同时让赵国人更适合骑马,最终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。 经过胡福骑射改革之后,赵国的军事力量确实强大起来,但这种解决办法其实也有个最大弊端,那就是不能允许失败。 一旦战败,所有问题都会同时压过来,国家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 在战国时期的宋国和越国,也都先后走过类似的路,只不过他们都在战场上输给了其他国家,输一次,国家就彻底崩了。 当时的赵国也面临着这个问题,所以当时赵武灵王选择一条更聪明的路,他没有选择和传统的几大强国开战,因为和那几个强国开战,赵国输的概率太大, 他选择先和魏国、秦国、齐国之类的国家交好,然后专心向北扩张。 因为当时其他国家都在玩合纵连横的游戏,面对着拥有强大军力的赵国,大家都希望能够暂时搞好关系。 所以一时之间,赵国倒是还真的安全了。 就这样,赵武灵王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迅速横扫北方,拓地千里,通过扩张,赵国又赚取丰厚的资源。 接下来赵国又用这些资源继续强化军队。 如此,赵武灵王尚未二十多年之后,赵国的军队已经足够强大,此时的赵国在那场合纵连横的游戏当中,已经可以从棋子翻身做棋手了。 但是接下来,赵武灵王却做出了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选择,他选择直接退位,让位给自己的儿子。 而且,赵武灵王退位之后还直接隐藏身份,以使者的身份去了一趟秦国。 据后世史学家分析,当时赵武灵王之所以这么做,主要是想去秦国看一看,学习一下秦国的先进制度,顺便摸一下秦国这个未来大敌的底细。 至于说为什么要退位,这个事情其实反倒没那么复杂。 因为他如果是以赵王的身份去了秦国,一旦他去秦国参观,被秦国扣住了,那赵国就完了。 这事还真不是赵武灵王弃人优贴,而且确实有这个必要。 当时各国之间战乱不断,早就不像春秋时代那么安全了。 就在赵武灵王善位的这一年,楚国的楚怀王,就在秦楚两国的谈判当中被秦国扣住。 所以此时的赵武灵王多加小心,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就这样,赵武灵王最后去秦国转了一大圈,算是见识到秦国的真实情况。 在这期间,赵武灵王甚至还以使者的身份,直接见到了秦赵相往。 等到这一切都做完之后,赵武灵王这才终于返回赵国。 不得不说,赵武灵王的胆子真的是很大。 但是,谁都能想到的是,等到赵武灵王回国之后,局面开始脱离他的控制了。 赵武灵王之前退位或许只是想让自己的儿子暂待国君之位, 一或者是他打算自己负责战争方面,让儿子负责政务。 但他却唯独忘了一点,权力这东西是不能共享的,哪怕是父子也不行。 所以,赵武灵王回国之后,父子兄弟之间很快就出现裂痕。 赵武灵王觉得他虽然让位了,但是国家很多事情还是应该由他说了算。 而新上位的老二则是也有自己的一套班底。 另外,之前被赵武灵王废掉的大儿子,同样也有自己的班底。 所以最终,因为一系列矛盾,父子三人走到刀兵相间的地步。 老二后来直接把老大和赵武灵王都困在沙丘行宫当中,困了整整三个月之久。 三个月之后,老大自然死在了宫里,赵武灵王也被活活饿死。 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落得这样一个下场,实在是让人惋惜。 老二逼死了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之后,虽然落得一个是父的罪名,但不得不说,老二的能力还是很强的。 这个逼死父亲的赵国国君就是历史上的赵惠文王。 赵惠文王本人就是一个挺有能力的君主,再加上之前赵武灵王执行了那些政策,导致在赵惠文王这个时代,赵国的人才开始井喷式出现。 连坡,令相如,平年军,赵奢,全都是在这个时代登上历史的舞台,并且成了赵国的中流砥柱。 因为有着这些人的存在,赵国在面对秦国的时候,还真能做到不落下风。 与此同时,秦国又出了一位爵士名将白起。 后来在白起的带领下,秦国先是在以缺之战当中打残了韩卫两国,然后又在烟影之战当中打残了楚国。 而在这两场战争之间,东边的齐国因为独穿了宋国, 引起了其他国家仇恨。 所以,最终,齐国被其他五个强国同时围殴,瞬间由胜转衰。 这几场大战打完之后,齐国、韩国、魏国、楚国基本上都已经半惨了。 此时能够对抗秦国的,就只剩下一个赵国了。 至于北方的燕国,不好意思,燕国国力太差,至少和赵国、秦国相比,确实要差了很多。 所以这场战国乱战的游戏,最后的决胜者就只能从秦赵两国当中挑选了。 经过几百年的混战之后,同为老赢家的两个分支,秦赵两国终于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。 此时两国如果联手,肯定能轻易扫平天下,而如果两国对打,胜利的那一个也将会成为最后的赢家。 在这个决胜局开始之初,赵国其实已经落了下风。 别看此时赵国军事力量很强,但赵国却始终没有完成变法,这是赵国最大的软肋。 如果对上其他国家,赵国凭借强大的军力或许还能弥补自己的短板,但对上秦国,这个短板就会彻底暴露出来。 在战场上,这个短板最大的体现就是无法提供足够的补给。 秦国的更战体系注定能够提供更强大的战争动力。 而赵国因为没有进行过商鞅变法,那一类的变法改革,在制度上其实要比秦国逊色一些。 后来,赵国打了长平之战的时候,其实就是败在了这上面。 公元前275年,赵惠文王去世,然后他的儿子赵孝成王接班。 赵孝成王接班之后,秦国开始再次东出,继续暴打韩威两国,尤其是韩国。 此后的十年时间里,被秦国打得极为狼狈,甚至接近崩溃了。 于是,十多年之后,当秦国继续暴打韩国,并且给韩国打出一块飞地的时候,韩国就开始使坏了。 当时韩国被打出来的这块飞地,已经是秦国的囊中之物。 可是这个时候,韩国却突然把这块飞地给了赵国,直接把赵国拖下了水。 而赵国这边当时得知此事之后,瞬间就傻眼了。 如果要,肯定会和秦国开战。 如果不要,秦国占领这块地方之后,以后就可以直接进攻赵国腹地。 最终,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后,赵国还是选择要了这块地方,选择和秦国正面冲突。 而这个选择也把赵国彻底拖下水了。 接下来,赵国下场之后,秦赵双方其实并没有马上开战。 接下来的三年里,双方开始不断向前线增兵,都企图用强大的军力下退对方。 但结果,长达三年的对峙,彻底耗光了赵国的粮草补给。 所以,三年之后,当秦国使用离剑剂,想要让赵国换下老将连坡,换赵阔上去的时候,赵国高层才会中计。 如果任由连坡在前线继续对峙,赵国的粮草供应可能会出大问题。 所以,当时的赵国高层才会冒险换上更为激进的赵阔。 而接下来的事情,大家都知道了,赵国上去之后,直接被秦国包了饺子,最后四十多万赵国精卫直接被秦国全部杀绝。 这就是长平之战。 长平之战结束以后,因为秦国粮草也不够了,再加上秦国高层出了一点问题,所以秦国暂时撤军了。 幸免于难的赵国开始以最快速度重新组织防御,并且开始向各国求援。 所以,一年多以后,当秦国再次进攻赵国的时候,虽然打倒了赵国首都邯郸,但最终,在各国联军的帮助下,秦国反倒是打败了。 另外,此战之后,秦国那边高层开始出现动荡,短短数年之内换了四个国军,然后又是秦始皇少年登基,主少国仪,所以开始暂缓对外扩张。 而赵国这边其实也抓住这个机会,尽力恢复。 在这些年当中,赵国一边想办法恢复人口,弥补长平之战的损失,另一边,赵国也在继续开战,弥补国力损失。 在此期间,李牧先是在北方重创匈奴,全兼匈奴十多万主力。 此战之后,赵国在北方边境的压力骤减,然后就抽出更多的力量,去对付北方的燕国。 之所以要打燕国是因为赵国很清楚自己的短板,想要战胜秦国,赵国最大的短板就是粮草不够,想要足够的粮草就需要足够的耕地,而赵国周围有足够耕地,而且又足够弱的国家,就只剩下燕国了。 所以,后世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赵国应该向草原发展的说法,其实有点偏颇。 就算赵国占领了草原,难道赵国还能去草原上种地吗? 至于说,组建强大的骑兵军队,不好意思,当时没有马灯,骑兵军团还真没那么强。 就这样,公元前245年赵孝成王去世了,这时候的秦国已经是秦始皇在位了。 赵孝成王去世的时候,他儿子赵道湘王上位,这位赵道湘王其实还是有点能力的。 他在位期间,赵国在北方大败匈奴,暴打燕国,夺取燕国土地,同时联合其他几个国家进攻秦国, 迫使秦国无法顺利东出。 但可惜的是,这位赵道湘王在私生活方面实在是有点太感性, 大概是为了他的爱情,他娶了一个超女。 更离谱的是,后来他还为了这个超女废了自己的嫡长子, 改立超女的儿子做继承人,并且让这个超女做了赵国王后。 从男人的角度来说,赵道湘王这种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举动, 确实称得上是爷们儿,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,这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了。 国文贤二三六年,赵道湘王去世,然后他和昌女的那个儿子接班, 这就是赵国的末代君主赵王谦。 与此同时,秦国那边秦始皇已经正式亲政, 所以秦国就开始继续东出, 而这一次,赵国再也没有之前的好运了。 此后的几年里,赵国以及韩伟两国都被秦国持续暴打。 虽然赵国有李牧这位名将,可以在战场上正面抗衡秦国, 但是在这种局面下,赵国国力不足的短板却再次暴露出来。 几年之后,秦国先灭了韩国,然后迫使魏国称臣, 同时迫使齐楚燕三国不能增援赵国,创造出了一对一的局面。 就这样,公元前二十九年,秦国正式对赵国发起灭国战。 开战之后,秦国先以反监际杀掉李牧,让赵国军队失去了主心骨, 然后很快就把赵国打到崩溃。 一年之后,公元前二十八年,秦国攻破邯郸,赵国自此被灭。 赵国被灭之后,残存的赵国王族去了山西北部又建了一个戴国。 但是几年之后,等到秦国在南边打垮了楚国之后, 这个戴国也被秦国顺手灭了。 这就是赵国的历史。 纵观赵国的历史,我们不难发现, 其实就算长平之战赵国打赢了, 恐怕也很难取代秦国,统一天下。 说到底,赵国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国力。 相比之下,秦国坐拥巴蜀之地和关中地区可以提供更加充足的粮草。 至于赵国,虽然军事实力很强, 但在制度上其实始终落后于秦国。 这个短板就注定赵国很难战胜秦国了。 技有可能在发生可能误 suficiente。 教会 好抓被登上的历史俺是伯尽 игр的信归了。 y声派在这里, 然后温战人法银行軍费为 empath制里 marble,